哈喽欢迎来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 这次的影片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10月份日本会出哪些一番赏呢 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 那我会挑我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 再一一介绍里面内容物有哪些 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 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 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 那就开始介绍吧 Let's go 第一个首先推出的就是新资卡币的一番赏哦 那这次的一番赏有别以外 比较特别的是他在B上也推出了一个 像小夜灯的东西 它里面打灯关是会有环境效果的感觉 那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可以去抽抽看哦 发行的时间呢是在日本的10月2号 发行的联名款Wonderland第二弹 本次的一番赏啊发行时间是在日本的10月3号哦 第三个是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 玩青春夏日回忆 此次的A赏啊是一个超级的大玉京哦 而这次的BCD赏啊也是主推的公仔哦 那我接下来会放三尊公仔的360度环绕的 适应图让你们大家看一下吧 看完三尊公仔的四一图 是不是很想要去抽抽看啊 那本次发行的时间是在日本的10月10号哦 第四个是下幕有人帐猫咪老师保足的小酒馆 小威我啊这一次很喜欢他们小酒馆的主题 所以我也会在影片的后方详细介绍各赏的细项哦 而本次发行的时间呢也是在日本的10月10号哦 第五个一番赏是七龙珠超经典对战组合 VS Omnibus 以往七龙珠的一番赏CP值都还不错 所以这次的CP值也是很高哦 所以我也会在影片的后方再做详细的各赏介绍 本次的发行时间是在10月14号哦 那别忘了记得哦 第六个是关于我转身变成史乃姆这档事 魔王觉醒篇 此次的AB赏啊也都是公仔一尊 比较特别的是C赏 C赏它是一个小册子 那它可以做一些线上的收听 搭配里面的图画 再去了解这次的魔王水醒的一些故事 而最后赏啊 其实跟A赏的差别就是 差在脸部的重要表情 所以喜欢史莱姆的朋友呢 别忘了记得去抽哦 那它发行的时间是在10月17号 第七个是蓝牙熊Calford Collection彩妆系列哦 那本次出的东西啊全部都是跟彩妆品有关 所以喜欢化妆啊 擦孔的朋友们别忘了去抽哦 那发行时间是在日本的10月23号 第八个是再次发行的愉快的动物饼干一番上 那因为销售的太好了 所以呢日本又再次发行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贩售的地点是在日本的全家便利商店哦 那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在10月24号去开抽哦 第九个是阿姨从零开始的一世界生活 动画版第二季的故事 那这次的A赏比较特别是只有半生的公仔 那BC赏就是全生的公仔各一准 那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在10月24号去开抽哦 第十个一番赏是怪物弹珠的第六卷 那本次发行的为主题是以7周年纪念为主 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去注意到它发行的时间哦 那本次发行是在日本的10月24号 第十一个一番赏是角落生物 那本次的主题是以很有睡意的晚安版为主哦 所以喜欢可爱的角落生物们呢 别忘了注意它发行时间哦 是在10月28号开抽哦 第十二个一番赏是为了搭配电影版的鬼灭之人 无限列车编而上映的一番赏哦 那这次的一番赏的CP值都不错 前五个赏全部都是公仔 所以喜欢啊无限列车编的各主角们呢 别忘了记得去开抽哦 那发行的时间是在10月31号 最后第十三个一番赏是库落膜发史透明排片 那本次的一番赏发行时间是在日本的10月31号哦 那个赏发行时间是在1月31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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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4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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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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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 本頻道是利用養病剩餘的時間製作的 至於什麼病呢請點選用上角的連結吧 喜歡影片就幫我按讚、分享 別忘了訂閱每週生活旅行家頻道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就是給我們最大的鼓勵 我們會不低期上架新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搜尋FB加入粉絲團喔 請大家按用 описании 評論